首先来看到连日的大雨过后,天气放晴,气温升高,正适合登革热壁霉纹快速滋生。 市府防疫总动员立即进行各里的壁霉纹滋生员调查, 其中查获一处积水容器滋生大量埃及斑纹的幼虫, 显示该里的壁霉密度非常高,呼吁社区加强清除预防登革热。 大雨过后,市府立刻启动登革热除斑总动员, 深入社区壁霉监测的36个里,总共清除高达2000多个积水容器, 发现有109个滋生壁霉纹,其中单一里别就有21个,显示壁霉密度非常高。 照顾盆栽的经验里面,可能都会因为浇水过量而使底盘有一些积水的情形。 如果要避免这个登革壁霉纹的产生,可以在底盘的部分放置一些, 比如说是蚊香片等等的这些,让里面的除冲菊菌能够释放在积水处, 那这个并没有人就不会在里面残卵之身。 不过有民众反应,水桶每天都有摇水使用,而且有部分换水, 为何水桶还会长蚊子? 市府卫生局表示,登革热防治的循道清刷四大药诀中, 民众可能疏忽掉刷血的重要步骤,导致虫卵附着在桶壁内源, 遇到水就会快速孵化成幼虫。 如果没有磊杆的话,只要有一些水汽存在, 那这些并没有人呢,不但会吸引它到里面去残卵, 而且这些附着在这些器皶上面的这些虫卵呢, 也会进一步的孵化,然后滋生成为结决。 除了积水容器会养蚊子之外,顶楼地下室也要详查, 屋檐排水槽也要畅通无阻,另外活动帆布车棚也要拉平避免积水, 如果经过环保卫生单位查或滋生避霉蚊将依法开罚。 如果一旦收叠起来,那容易在下雨之后呢, 在皱褶的地方夹带的一些积水存在, 那这些积水呢,对我们来讲可能不容易发现, 但是呢,对于蚊子来讲,这是他们非常喜好的一个残卵的场所。 面对暑假旅游旺季来临,又是灯格热流行的高峰期, 虽然目前灯格热仍以境外移入为主, 但难保出现疏漏,引发本土型灯格热将一发不可收拾。 市府卫生局呼吁民众在雨后48小时内迅速清除滋生源以预防灯格热。 港都新闻李毅清,赖昌邦,采访报道。